好,再一次跟各位講一下 剛才沒有講的部分是說 剛才各位在你的LINE裡面 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才在我們的LINE裡頭 先跳出來這一層 我們剛才不是在設定嗎? 設定其他的設定 然後設定一組我的帳號 然後打這個電子郵件 然後打了兩次迷法案送出 發覺班上很多同學 收到這些封信 都是從垃圾信件 要去把它找出來 所以各位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回去 有些人還沒有設的 請你別忘記了 認證碼在垃圾郵件裡頭 把它叫起來輸入認證碼 輸完認證碼之後 灌了電腦版的 灌了電腦版的以後 灌了電腦版 帳號密碼打入之後 它又會產生另外一組認證碼 這時候你就要進到手機去打那個認證碼 進到手機去打那個認證碼 打完之後這個字案就打開了 OK,你就可以看了 那這個地方先簡單的跟各位講 其實這邊的操作幾乎都跟我們手機的操作差不多了 唯一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你看一下我們這邊是好友名單 聊天名單 第三個動態消息 我們手機第三個是動態消息 看一下 有沒有,動態消息 但是它這邊在第四個 然後呢 其他裡面 點到其他 才有加入好友 但是電腦版的把加入好友 直接拉在這個箱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其他的設定在哪裡 在左上角 這裡 按一下吧 這邊有 但是不是完全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沒有完全都有 因為電腦版的東西 他的程式沒有把這邊完全去對應出來 所以有時候 有些東西 你還是必須要在手機上操作 像比如說你在那個主題小庫有沒有 有人說主題小庫是什麼東西 上次有人不小心換了 沒關係 主題小庫是這樣子的 比如說 像 我覺得 我們先看 再給各位看清楚一下 我原先的主題是什麼 我原先的畫面是這個藍底的有沒有 藍 藍灰色的 那如果你今天在其他的地方 你可以用主題小庫 然後呢 主題小庫呢 這邊 有幾個免費的 有沒有 這個白色主題免費 其他的 這個 粉紅色的兔兔是免費 然後這裡熊大是免費 像比如說 男生大概想說這種熊大的 好 那就點一下 這個熊大的 然後按下載 好 裝完之後 你的整個畫面馬上就能來立即套用 你看一下 你的畫面馬上都變成熊的 很可愛的畫面 好 你看 這邊套用什麼都變成熊 OK 好 那當然主題小庫還有一些是要錢的 好 給各位看 像比如說這要150 但是我先跟各位講 這裡的150 不是150塊 它其實有一個寄費方式 它有另外一個寄費方式 如果你要去買LINE的那種 LINE的錢幣 那LINE的錢幣是 如果你當然是買非常少的 比如說我買5塊錢好不好 那對不起 5塊錢就等於這裡的 你的現實的5塊錢 就可能就等於它這邊的5塊錢 但是如果你今天 我既然知道我要買這個主題是150 那我就乾脆我要買150元 應該50 我們就講了 我們要買150個金幣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花台幣150元 不是 你買的越多 它會給你折扣越多 說不定你今天花100塊台幣 就可以買到150塊的金幣 意思是這樣子的 但是如果你買少 它就不能給你折扣 所以如果只要買5塊金幣 對不起 就是5塊台幣 類似這樣子 所以這個LINE的付費方式 它其實各位有興趣可以去查 我這邊就暫時不講了 因為這個是有牽涉付費 跟付費的方式 我就暫時不講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電腦版的部分 所以呢 跟各位講也是一樣 各位未來要備份的時候 很抱歉 它沒辦法 把你所有人的聊天 你看 我跟好幾個人聊天過 把所有人聊天的訊息 全部備份 它沒辦法 所以一樣 都是要 你要慢慢的 打開來 好 這邊所有的 你可能可以反白 全部所有的反白 然後 複製到計時分 複製到哪裡 複製 對不起 其他訊息就只有這樣子 而且呢 你通常你有貼圖的 貼影像的 語音的 對不起 它沒辦法對分 現在這個LINE目前的缺點就是這樣子 目前的一些缺點就是這樣子 OK 我們先簡單的講一下一個功能 上次我們有跟各位提過的 要各位去下載的 就叫做LINE的CAMERAL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在LINE裡頭 有 的 其他的 的 不是官方帳號 那你會叫什麼 LINE APPS 還記不記得 我們上次有請各位 裝LINE CAMERAL 有沒有 裝LINE 然後呢 裝了之後 當然會到 Google Play去下載 好 到Google Play下載之後 來看一下 我們在桌面上 看一下哪一個 桌面上現在沒有看到 我們就到這個9公格 或者各位16公格 去點一下 找一下 LINECAMERAL 有沒有 LINECAMERAL 這個是做什麼用呢 這是LINE裡面的 它有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包括這種LINE的圖案 你可以套用到你的照片 那我就馬上使用吧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那個什麼 隨便 這邊要再更新 稍後設定 比如說呢 你把照相機點出來 好 這時候要拍照 對不對 你要拍照 那拍照的話 其實它這邊都有一些 有特別的設定 你可以再去改 包括它底下還有 你都可以去嘗試點點看 它有什麼作用 像它這邊就可以加 加某些特別的圖 但是有些要錢 有些不要錢 這邊是有些要錢 有些不要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跳上一個 不要 我們是點一個 看一下 它有一個功能 我先跳上去一下 我不要用照相機 我用相簿好了 或者是相簿 然後LINE CAMERA專用的相簿 或者其他相簿 我們是一般拍在其他相簿裡頭 就圖片庫 隨便去抓一張 比如說我們抓一張出來 好 居然跑到我這一張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 你可以看 你可以去做一些編輯 編輯 它都還有很多特別的作用 還有美容 美容是什麼東西呢 它也是一樣 有一些特別的特效 好 你看 它這裡圓圖是這樣子 那它這邊就有預設幾個 清晰 清晰 有時候這邊 不是像你看 這個日出好像看起來比較 比較有一點感覺 然後日出是這樣子 好 那底下也可以用 我先到圓圖 比如說 因為它現在是 它現在主要是這個 fx fx代表 fx其實代表是濾鏡的意思 濾鏡 然後所以它這邊有各種不同的濾鏡 你可以再拉出來 這邊有不同的濾鏡 還有復古風 什麼竹木綠 什麼有沒有 等等它有不同的風格 那另外這邊 從這邊 第二大類是什麼 邊框 可以幫你加邊框 看你想要加什麼樣的邊框 我們看一下有哪些邊框可以用 像這裡有一個白色的 這是白色的邊框嗎 對白色的邊框 然後還有其他的 它有時候跑比較慢 你要等一下 就看它有各種不同的 你看圓形邊框 它這裡還有一種不同的邊框 這裡不動 你看它就這邊 像有點 有點不太規則的感覺 你可以再看它這邊有很多 很多邊框 像這個邊框是點點點的 有沒有 或者是線條形的 有沒有 就可以處理你馬上拍好的照片 很簡單的 做一個簡單的處理 那這邊就是可以去 如果你剛才說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去貼圖 貼一些可愛的圖 在這邊比如說什麼 一個畫一顆心啊 畫一個什麼東西啊 那但是這些 有些你要去下載下來 但是有些下載就需要錢 比如說 賴卡通明星模型貼圖 我們點進去 你看它這裡就會出現了 你現在有這些東西 使用效期是無限制 檔案大小是3.8Mb 但是呢 為什麼這邊購買商品不能購買 有些時候不能購買的主要緣故 可能是因為你沒有買 你從來沒有買它的那個LINE的金幣 你現在沒有任何金幣 你當然就不能購買了 好 那如果你有購買的話 你到時候就可以把這個底下 這種可愛的圖 貼在你剛才的照片旁邊 等一下就可以貼在這自己 好 那當然你這邊有手繪的也可以畫 自己用畫的 好 比如說我用手繪的貼圖 給各位看一下 好 顏色 我們可以去調 好 看你要什麼顏色 好 然後呢 這樣比刷要多大 好 也許簡單的畫一下 好 然後 好 再來就是完成 有沒有 就一個型號 你把這個型號稍微調整一下 有沒有 好 反正這些功能 有興趣 各位可以去玩一下 打字也可以 第一就是打字 那筆刷 筆刷的話 你就可以看看 它今天是可以寫字 也是一樣 用筆刷去寫字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各位有興趣 都去試一試 因為這個東西 就靠你 看你怎麼去玩 好 來 請說 付費是沒有 我們只要說 用筆刷去現在不是大筆多嗎 我們就知道說 送筆刷去以後 我講之前不見的 你不知道 付費的目前還好 我要講 在 比如說你在Google Google商店 你可以放棄付費 Google商店的可以 就可以商店的 可以放棄付費 然後在Line裡面的 Line裡面的商店 也可以放棄付費 沒關係 這些 那些 對 那個可以放棄 對對對 會不會說 合股 你是給它騙人 你不要 這樣說 設定了2000塊 沒有欸 它沒有設額度 不好意思 它沒有設額度 所以呢 那個什麼 所以我覺得 像我自己個人認為 其實 不用一定要去追求 這麼好的貼圖 這麼可愛的貼圖 所以其實 那個什麼 就是玩一玩就可以 但是 我就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Play商店裡面 要你輸入 那個信用卡 好 你可以放棄 因為那是Google 它在控管 你可以放棄 Google可以控管 那當然Line 這家公司也夠大 也夠大了 所以你去跟它買那個Line裡面的貼圖 所以如果要付費的 買那個Line的貼圖 也可以放棄 好不好 也可以放棄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呢 Line的 那個還有一些功能 說不定我們到 像它剛才還有一個拼貼 那些功能 到時候我們再來跟各位講 好不好 然後另外 本來說今天 預設要跟各位講FB的 那我們就只能等下一次 再跟各位講FB 好不好 那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在裝 我們在裝那個程式就會 花一點時間了 好 所以各位 回去 建議真的 如果你有在家裡用電腦的話 請你把電腦的Line 裝起來 超好用 因為為什麼 我們以前電腦打不換 打字打得快 那現在如果我們用手機 就算再輸入一次 有時候還沒有比我們手機打得快 電腦上面打字打得快 好不好 請各位多利用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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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